妳要吃點花椰菜 這花椰菜不辣 很燙 喔 燙 哈囉 大家好歡迎來到房子熊烈 開箱頻道 我是萊萊 我是康康 今天這個背景非常熟悉 上次我們開稿神馬的烤肉組合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背景 所以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水產優的東西了 這個的話就是水產優 這次跟山雲竹分一起推出的火鍋系列 這有一個很可愛的山 他們的手勢 這鍋子很厲害 它是鴛鴦鍋 你看它這邊還有一個LOGO 上面就有寫了這個鍋子的部分 還有一些鍋具 還有超豪華海陸食材 這是冷凍日本干貝 日式手工火鍋料 花椰菜 這應該是牛小排 牛小排肉片 再來是雪花牛 雪花牛 梅花豬肉片 這一包是濃縮高湯 還有這個號稱世界無敵辣的麻辣火鍋湯蒂 那你要多辣 聽說這個真的有點厲害 來 給它 那可能 很陰險 我不要 沒有啦 好 我們現在說聽說放六分之一就好了 好香喔 又很香 好 我們這邊的話是有在另外加水的 然後旁邊是左邊是麻辣鍋 右邊是濃縮高湯 為什麼我們回來這裡了 就是我們瓦斯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到了Capsule的廚房 繼續用電池爐煮啦 沒錯 那我們剛剛也已經把日式火鍋料放下去了 我們剛剛丟了火鍋料 還有花椰菜 花椰菜 應該是熟了 你看這個短短短的感覺 感覺不太妙的原因是 上面吸過了蠻多蠻多的辣油 那我們先試一下這個辣度 很Q 沒有嗎 我的喉嚨 應該是我剛剛的辣油都是附著在這一塊上面 所以這一塊很辣 然後康康現在幫我 順便因為我們的火也在 太滾了 康康現在在幫我把它 就是 撈一點辣油起來 我們剛剛其實只加了六分之一左右 對 因為其實麻辣湯上我剛剛講到一半 它其實比較是有料的 花椒之類的 然後我剛剛在倒的時候 其實蠻大一分的倒到辣油 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辣油跟那個料的比例 可以抓一下 建議大家把它先倒到大碗公上面 真心辣喔各位 火鍋料的部分我覺得 蠻好吃的 它火鍋料基本上就已經夠鹹了 不要吃也壞了 再不辣 很燙 好Q喔 我們接下來重頭戲就是我們的肉啦 梅花豬肉片 你可以丟一片到我的辣裡面 一片到這裡 是有嚼勁的那種 很有嚼勁 梅花豬它其實 給的還滿 份量滿多的 然後是 滿有 就是真的是滿有嚼勁的豬肉片 這一鍋湯是真的好吃 這一鍋湯還滿好吃的 夠鹹 對 下去馬上就吸附那個鹹度跟湯汁 滿好的 一整塊牛 哇 看起來滿大一片的 我現在因為辣油辣掉一點 我就吃得到那個花椒的香 還行還行還能接受 比較有嚼勁的那種 好像它 我覺得它那個湯汁真的很棒 那因為我也不能吃牛 我來快速的在他面前 把這些牛都吃掉啦 還好 沒有吸引力 為什麼你不吃牛啊 就是一直以來都沒有吃 然後有一次 這個分享給大家 就有一次 我記得是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就有同學會 然後我們就去吃燒烤 然後因為呢 人數你到一個半 就大概三十幾個人 去吃同學會 然後加老師 所以就很亂 桌上的肉送來 已經到底不知道什麼是牛 什麼是豬了 我當然就想說 我也沒有 家裡沒有禁忌啊 因為哥哥也吃牛 家裡媽媽也吃牛 那我想說 算了 不知者無罪 我就吃了 結果我就覺得那一陣子 我超級衰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說 非常迷信的人 反正就是覺得說 其實我也可以吃豬雞啊 魚啊 羊啊等等 我不一定特別要吃牛 所以就覺得說 寧可欣其有囉 全產的肉質 真的都是蠻好的 嗯 它的雪花牛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 油花多一點 它這個雪花真的是 有滿夠味 而且它那個湯 在它裡面那個肥肉 因為我會吸附它那個湯 嗯 很香而且夠鹹 完全不用再加其他的醬料 默默的在旁邊一直在刷 其實這樣好多了耶 真心建議大家 我現在這樣子已經完全是OK了 但它的辣油真的滿爆炸的 所以搞得你很辣又很嗆 但是我現在因為有辣掉一點了 它的光是湯底煮出來的話 其實是蠻好吃的 再來 這個是我不能吃的干貝啦 對啊 我對除了魚之外海鮮全部都過敏 所以我也不能吃 好來吃一下喔 走了 好吃 我喜歡 要再下一顆 你看喔像上一次呢 就是搞神馬跟雪藩也有出 那種就是中秋烤肉嘛對不對 然後你看 山羽他們又出了冬天要吃的這個火鍋 那大家觀眾朋友你們可以幫忙想一下 欸也許黃氏兄弟的開箱頻道 可以出些 跟雪藩又出些什麼糖 黑糖珍奶 又是黑糖珍奶 是雅妮克 好啦以上呢 非常感謝山羽 Japan 提供給我們這一組套餐吃 解決了一天晚餐 也歡迎到黃氏兄弟的Facebook的臉書 專頁上面提供給我們 新奇想要我們開的東西喔 我們都會點去看一下 黃氏兄弟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還有開啟鈴鐺喔 那我們再看看下次見 掰掰 好啦我們這邊有搗起 然後 還是麻煩你割一下好了 那